Arno把内房股分为三个层次分析 即是烂尾楼事件对不同的内房股的冲击 而且建议大家如果持货能力不强 可能也要先止蚀的内房股 引申大一点 就是因为如果业主断工的话 对银行也会有冲击 其实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到 中国当局是银保监会 高度关注的要求各政府部门 千方百计推动补交楼 银行应该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 方案的研究 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 我就会解读做 如果银行你做到的 请你确保发展商有足够的资金 去继续去的项目 就不要引伸到成为一个民生的问题 或者不要令这些维权事件 继续去扩散到其他省份 如果发展商可能资金情况 都不是那么稳健的 但是银行又要被逼 或者被劝语去继续做这些贷款 其实对银行的冲击都不是小的 你怎样评估对整个银行体系 和个别银行股的影响 上个星期为什么银行股 很多就是担心资产质素会转差 刚刚说了很多东西 其实道理很简单 一些好像恒大的发展商 我没有钱了 那怎样算好呢 问题就是这样 银行固然不希望 或者全世界都不希望 他们会出现一些停工 整体状况 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说的 现在内房的事件上 就是将会考验 内地政府的执行能力 就是在说这一件事 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论市场化上 那些公司破产 或者尖皮拆骨 然后再找一些有实力的公司接回它 那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是内地的法则法规上 未必真的要容许他们这样做 甚至说债务大到 经常都在说 真的有机会出事 以恒大有些个别的一个案子的角度来看 但问题就是说 就算恒大一间公司很大也好 不会有一家人学 恒大一间公司出来玩完 现在最怕的状况就是 内房会出现一个骨牌式下跌 就是会不会是年2007 960那些比较稳定的内房会都会出事 我想内地方面 就应该真的有一个执行能力 不会出现一些恶性循环断工的状况 但是你说 你要避免完全 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有人或者所有项目上面都能够完全顺利进行 刚刚你说有出事的楼盘有多少个 可能都是说一些双位数 内地每年进行的楼盘数目上面 全国计算 一定是数以千计来计算 所以完全一个难尾项目上面都没有了 十几年前都做不到 总会有一些发展商上面突然有些难尾项目出现 但是时间就要长了 所以短线来说 其实现在考验什么呢 就是考验政治体系 考验他们的执行能力上面 那指令是怎样算好了 上个星期击完跌完之后 短线有机会达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一刻 比如港股未停牌 就算是龙湖碧圆那些 只要你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话 我都会看到你们拨过去 你都拨过了 现在都跌下来 这些位置止是很危险的 但问题就是 始终这个真的有个很高风险的办法 没有人保证 射爆弹真的没事 这个道理就好像说 15年前 那些雷曼痴犯事件那样 没人知道最终会发生一些 但是会不会出现一些 无秩序不愧息效率 我又觉得未去到这么高风险的关注 所以短线 你说如果那些银行怎么算好了 会面对资产质数有问题 那你说为何 你看看买件行 有9厘股息给你 不是这么大支架了 所以我们觉得买银行股 你只要抱着一个收息心态 OK的 未来总会有机会给你 不计算随正 就是你收起股息 你一定有机会回价 但是你要做财息兼收了 那可能真的说 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或者说这些位置 当真的没事的时候 就有机会财息兼收了 所以暂时来说 老人股 你说有货的 我反而觉得 收起它 算了 这些市况上面 老人股都 只要你有一定的风险成熟 你可以帮它 未必是一个无秩序的状况 我觉得比较偏向是 冰散一角 但是过程短线来说 很痛苦 正如刚才说 始终这件事是高风险板块上面 一定是抱着一些长线投资心态才行 讲的长线是三五七年底 如果你看得很短线的话 这个板块就可能有机会弹到差不多 就会塌走 你939其实买真的没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买完之后 它落到4.6 4.7的位置 你已经很不舒服的话 你的心态上面就记得多 去吸纳的话 短线纯粹挖它 这些水平 我认同5元以下 你有机会放长线 可以做到财食检收 但是短线的话 就一定是上水落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在目前的股票市场上 不知道买些什么 经常跟不到消息去行的话 坐这么大只的银行股 我觉得还可以 就算最坏的情况 插到4元 健康跌两成 整个健康 恒至可能是1,500,000 你买其他就会输得更厉害 就是你的表现不会说 是失败的 输得很多 所以你做长线投资 健康问题真的不大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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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感谢观看